好来关心雅谷的表现 今天早上路股是创下了 七年来的新高纪录 而台股则是多空交战激烈 多档的全只股 红海台积电视努拎盘 但是这个星期碰到了 清明廉价 而且今天摩台举的结算 另外也是美股的财报周登场 台股的投资人 操作保守观望 最后台股今天是上涨了18点 最后收在9521点 而成交量是回落来到了901亿元 都是已经过热 你只有10%的几率可以赚 你有90%的几率会跌 那你为什么在这个刀口上面 要去填血呢 在台股打滚超过20年的投资人 周先生紧盯技术现行变化 直指台股短线已经过热 更抱怨外资翻脸比翻书还快 因为观察外资 上个礼拜一口气 大卖了台股332亿元 成为本周台股的多空变数 再加上清明节廉价在即 周一摩台纸结算 以及进入了美股财报周 恐怕不如预期 不少股民也陷入观望 我不会找多 现在退出观望 节前四大变数 让台股走得步步惊心 不过好在周一盘面上 看到上周弱势的台积电力图振作 最高来到144元 带动日月光细品等等走强 同时还有宏家军的宏海宏准支撑电子股表现 加上金融股以及部分全职股上涨 指数力手9500点 投资人是否可以报股过节 台股专家建议观察月线和季线的走势 如果说去年的联报或者第一阶的季报 可能不如预期的 那么技术面又开始呈现月线季线都向下反转的话 那么这一类的股票 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利用反弹的时候 做一个换股操作 但以长线来看 外资汇入是不减反增 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外资累积的净汇入再度增加到1995.5亿美元 专家就分析 以此速度本周有机会突破2000亿美元 显示外资仍然看好台股后市 记者出发中吴月龙排不到